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非常感谢我们的Patreons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帮助我们在iTunes上写好评 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听故事学中文这个节目 帮我们做成全世界最好的学习中文的播客 没错 好了 下面一起来听故事吧 做饭 点外卖 哪个更划算 做饭 点外卖 哪个更划算 在一二线城市工作的人 大多习惯了在饭点时打开订餐APP 叫个外卖 知道哪家店的外卖便当特别好吃 哪家店送餐速度特别快 若是想吃清淡的 点哪家 想吃重口味的 想吃重口味的 叫哪家 不管你是在办公室里加班到深夜 还是回家 机场碘碎 还是回家 机场碌碌 熬熬代补 只要掏出手机 等待几十分钟 就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 外卖已经成为快节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做饭是一件看起来很不划算的事。 当一个人决定做饭,需要花上一个小时买菜,两个小时洗菜、炒菜。 但是,吃完这一顿饭只要十分钟。 另外,还需要花上半个小时整理厨房。 而这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其实可以用来多睡点懒觉,或者多看两三集电视剧。 每天下班,乘坐完漫长的地铁回到家。 身体只剩下7%的电。 哪儿还有电量再去买菜、做饭、洗碗啊? 因为外卖,我们得以节省自己的时间。 他替代了我们应该在生活中担任的某些职能。 在家的时候,应该经常会被长辈们念叨,那么大个人了,不会做饭,自己怎么生活。 连饭都不会做。 连饭都不会做,以后都没有人肯娶你哦。 在上一辈的眼中,每天做饭和吃饭睡觉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个人不会做饭,是无法独立生活的。 但是,外卖将做饭和吃饭分离开来, 使我们不必向长辈请教,如何做鱼香肉丝、糖醋排骨,也能吃到自己想吃的菜。 那么,做饭真的是一件不划算的事吗? 故事讲完了,听故事学中文,听得越多学得越好,这里是故事。 做饭点外卖,拿个更划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iTunes上给我们写好评。 也欢迎您在Facebook、Twitter上关注我们。 我们得到的好评越多,全世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听故事学中文这个节目。 没错,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